大家好 欢迎观看故事有料 有的国家人均身高很突出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国家 就是世界上人均身高最高的国家 荷兰 作为亚欧大陆桥的欧洲起点 荷兰在欧罗巴大陆的西北角上 提到荷兰 人们总是想起大片大片的郁金香花田 慢悠悠转着的巨大风车 这些都几乎成为荷兰的另一个代名词了 有些去过荷兰的朋友们戏城 荷兰还有一样令人羡慕的特产 就是行走在大街小巷的高颜值 大长腿的荷兰人 作为全球平均身高最高的国家 荷兰人都拥有一双令人羡慕的大长腿 男性平均身高1.82米 而女性的平均身高更是达到了1.75米 精致的脸蛋配上高挑的身材 让许多来这旅游的女性直呼 千万不能带男朋友来 男朋友的魂容易丢在这 而荷兰人均身高之所以这么高 也许和他们的饮食结构有关系 荷兰人十分喜欢奶制品 这些奶制品为荷兰人提供了身体所需的钙元素和蛋白质 他们尤其喜欢奶酪 这也是荷兰最著名的特产之一 荷兰人使用奶制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九世纪 大如车伦的黄奶酪是荷兰最出名 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奶酪 甚至连地球另一端的南美洲都能看见黄奶酪的身影 绝佳的地理位置还为荷兰人民带来了丰富的鱼类资源 和奶酪一样 荷兰人喜欢生食这些来自海洋的鱼类 除了美食 荷兰丰富的艺术文化也令人着迷 开到极致的向日葵 星空下静谧的小乡村 罗纳河流淌在满天星斗下 提到这些 相信你一定不会陌生了 这些都是出自于荷兰艺术家梵高之手 梵高博物馆就位于阿姆斯特丹 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 前往参观这位伟大艺术家的作品 而除了梵高之外 伦波朗同样也是一位来自荷兰的画家 有很多朋友都是因为他们 而被荷兰这个美丽的国家所吸引的 慢节奏的生活 或许让过惯了充实生活的人们 一时之间有些难以接受 难道荷兰人民没有其他的消遣方式了吗 不要紧买一张球票 去现场感受一下足球的魅力和热情吧 荷兰甲籍联赛虽然没有欧洲五大联赛那么出名 但是这些俱乐部的实力一点也不弱 阿甲克斯在历史上夺得过四次欧洲联赛的冠军 每次到世界杯或者欧洲杯的时候 都会看见这一抹橙色的激情 悠悠流淌的运河 河道两岸古老的建筑 漫步在荷兰街头 感受着它的艺术气息 对于很多游客来说都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 和其他那些过分热闹的旅游景点相比 整个荷兰散发着慵懒散漫的味道 不管是乡村还是城镇 荷兰都让人觉得无比的放松与宁静 美食艺术文化 以及让人热血澎湃的足球 还有长腿貌美的当地人 除开这些 荷兰包容性极强的社会氛围 和著名的港口城市 都深深吸引全世界的游客 当地美女由于美丽的外貌 以及高挑的身材 很多人加入了模特的行业 所以荷兰的模特行业是很火爆的 有一些甚至是世界级的超模 另外荷兰的生活方式与很多国家不同 他们的生活工作效率比较低 在荷兰用餐的时候 他们的上菜速度极其慢 通常是一盘菜吃完了 第二盘菜还没有送上来 等餐是一个让人有些心烦的事情 一般他们会吃一些飞鱼罐头 可以节省很多的做饭时间 对于飞鱼的气味 大家应该有所耳闻 在荷兰人的眼里 这就是一道可遇而不可求的美味食物 除了飞鱼 他们还会吃巧克力等食物 他们吃生的牛肉 这样使当地荷兰人看上去更加的健壮 蛋白质转化为人身体里的肌肉 使得当地人身材长得魁梧 个头都很高 据说在19世纪的时候 荷兰人的平均身高还不足1.65米 谁能想到不到200年的时间内 当地人的身高居然突飞猛进 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这也是因为荷兰人喜欢吃偏生的肉食 蛋白质摄入的含量较高 所以身材都比较高大 在荷兰的街头行走 随处都可以看到长相精致 身材高挑的长腿美女 简直就像是在观看一场免费的时装秀 如果您时间充沛去欧洲旅游 我首推荷兰 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